大家好 今天来看一下华晨宇 已经连续撤了好几年了 继续来看一下2025年的事业爱情 他是90年2月7号 出生在湖北 星座是水瓶座 先看一下命格 鬼水生在初春 坐在茅木之上 整个的能量是 留在五火之上 地质 银五半和火局 木生火 天干是雾鬼和化火 大运走的也是南方火地 所以一直以来的运的都不错 而且天干是正观正隐 这种组合的话 人生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的 而且这种家庭出生 相对来说也比较好 观影相生 如果是什么气杀 或者上官 都是主破碎 不理想 不管成就大小 至少这个过程不顺利 他这种相对来说比较顺畅一点 那么二五年是以四年 这一年刚好有一个以根核 事火为财 所以在钱财方面 财运方面会更好一些 没问题 在事业方面 以根一核的话 代表的是工作上的变动 或者说调整 是大致的一个走势 能量是以五火为用 按理说大运是不错的 流年也还行 具体的话得看一下月份 如果说一年超过三个月都是豪运 那其实一般来讲都不会差 如果超过三个月都比较糟糕 那可能说这一年都比较差 那当然你说剩下的九个月 其实大部分的月份都是比较平淡的 只是说如果说让你很大的感受 这三个月都比较糟糕 一般来讲可能这一年都比较差 这是按常理来讲 回到这个来说 这个二十五年 首先从这个工作上 应该会有一些调整 但不管怎么调整 这个财运方面 各方面还可以 然后这个感情方面来说怎么样呢 他这边显示是没有结婚吧 当过去 因为他好像是这个 没有结婚就已经有了 有一份感情 而且是有小孩了 那这个不出管 从命格来讲 他的是无火为财 他是在年住 年一般来讲的话代表晚 而且年也代表的是这个年龄 所找的或者所遇到的 都是比自己大一点的 可能的 或者说从心理上的年龄来讲 比较大一点的 一般来讲是年龄偏大一些 就适合找自己比自己大一些的 天干又是物鬼和和化火 所以他和化的也代表是暗藏 地质的也是暗藏 暗藏代表什么 隐秘的 不显露出来的 如果天干有的话 代表是谈了没多久就公开了 或者说别人就知道了 这种的话就不太容易被别人所知晓 不足为外人道义 对自身来说的话 自主 文昌 文昌代表创作能力 也代表是个人的心灵的寄托 又是有桃花 闲之就桃花的意思 自作桃花至上 没问题 桃花受欢迎 好 这是大概的一个状况 再来看一下这个心盘 因为年月日 只知道这个没有具体的时间 上升星座的话 我就按照中午的时间 12点来排了 大概还是可以看到 那么2025年的话 土星是在双鱼座 那土星在双鱼座的话 一般来讲这种土星组慢 一般土星是比较漫长的 所以他比较适合于 这种长线的投资 当然你说他的主要的业务 可能是以这个表演 或者说综艺 各种各样的演艺事业为主 演艺事业的话 可以算是一个 周期性比较长的一份工作吧 只是说可能短暂的是 做这份工作 这个当下的这个业务 对他来讲还是比较适合的 因为他整个能量 能量都在第十工 第十工为事业工 重心以事业为主 第七代表的是夫妻工 代表是婚恋 自由和火星在这边 火星代表是爆发 所以一见钟情 或者是感情的话 就突然爆发 但是主要的新城都在 这个第十工 事业为中心 为重点 这么一种气势 二五年的话 财务相对比较稳定 适合长线的 当然这个演艺事业 算是长期的一种投资 这挺好 没问题 也代表二五年 因为从命格来讲的话 以根和 根经代表的是这个工作 或者说学习 一旦背和 也代表动态的 动态代表 学习新的技能 或者说也可以 因为他本身已经 进入社会工作的 这种状况的话 就比较适合于 这个学习新的技能 因为他的工作的特点 演艺创作为主的话 适合去搞创作 就在这一年 创作比较有利 这个意思 从爱情上来讲的话 他的天王星 继续在金牛座 那金牛座的话 情感也好 一半也在远方闯到的 就是说 收获与爱情 来自于外地 这按普通人来讲 是这样 但是现在社会 有几个是在本地 多数是在外地 再加上他的 工作的特性 这没问题 只是说在情感当中 不会有好的 就不会有一种 比较稳定的结果 因为天王星 代表的是一种 不规则的 变化的 那自然而然 再加上第三 第三宫的 这个月亮的影响 月亮是一种 殷勤圆缺 足变化 足起伏 所以在情感上 有重大的一个转折 这个转折 可以理解为是 认识到 和之前的一种 不一样 情感的表现 那么25年 在爱情方面 会不会有 结果呢 可能性不大 因为他 都是在地质上 就算有 也是被别人 应该也是 是不容易被察觉的 不容易被察觉的 这么一种状况吧 感情的话 可能本身也不是特别在意 因为文昌新家 闲持 靠才艺 靠才能 才华 吸引人 自然而然 对他可能也不是特别的 满意吧 多少都有点遗憾 因为 这个文昌新 他总是比较感性的 感性的人是感情来得快 去得也快 这种情形 好 那么在从命格来讲 25年怎么样呢 最差的应该是在 我认为应该是在 5月份左右 杨历的5月份左右 5月份 五火妄想 5月份应该是四火妄想 那么在这个月 5、6月份吧 严格来讲 5、6月份是比较差的 相对来说比较糟糕的 麻烦事情比较多的 5、6月份 至于工作上 我认为还是可以的 至少对他来讲 还是比较有利的 有大的一个收益 就是说 财运增加了 增加的话 那代表是怎么业务啊 或者说这个 个人的这种事业发展 比较好的一个发展 只是说情感方面 就不是很有利的 相对来说 比较平淡一点了 或者对自己来讲 也不是很在意 大概这么一个情况 最差的 其实现在 现在是在 现在已经11月底了嘛 这个月其实不太好 11月份 其实整体来讲 现在还是在欧四年 在欧四年的这个 11月份 其实不是很顺利啊 我认为不太好 这个具体怎么样 本来自己身边的轮子 都了 情感的话 适合这种长期 算了 这个不来讲它 这个什么 适合什么了 只是说25年 那种出现的情况吧 工作 有利的 或者说比较业务 各方面比较忙碌 挺好 能赚钱 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收获 情感呢 比较平淡 最差的月份 是在五六月份 总结一下大概 也就是这些事情吧 挺好 人生比较平稳的 没问题 以火为主嘛 当然 火也代表什么 知名度啊 只是说 这个文昌新的 再加上闲齿 闲齿代表的是 这个脏的水嘛 脏水是什么 所谓的黑点啊 怎么样了 有的时候 不是自己愿意怎么样 被他人所误解 那没办法 吃这碗饭的 这让人红是非多吧 就讲到这里 希望他顺利了